九点钟我是游浩婷 要带你来关心高雄钢山的工厂大火 这是国内知名的一连钢铁 昨天深夜油槽大火 那么你看到熊熊的烈焰 幸好只有一名员工因为呛伤送一急救 高雄市长陈兴曼是到场勘查 下令停工 大火烧了两个半小时 初步了解是操作不慎引发场区燃烧 大火不断从工厂内窜出 火势不断往上闷延 铁皮支架被大火烧的通红 大量浓烟不断往四周扩散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很快的整个厂房都被浓烟遮盖 不过时还可以看到有火花掉落 情况相当危机 出动了12个分队 38车81人前往工厂管救 起火地点就是位在高雄岗山的夜连钢铁 9号晚间9点多 一次厂内的研磨产线起火 结果波及到一旁 存有7万公升的油槽 导致油桶爆炸 熊熊大火开始燃烧 消防员赶紧使用泡沫灭火 并在周边布水线来防护 但过程中有1049岁的工人 疑似被灼伤 双手红肿 又吸入过多浓烟 被紧急送一来救治 那今天在我们产线里面 在9.7分的时候有发生的火警在油槽那边 然后人员迅速的 迅速的启动我们的消防系统 人员的部分呢 只有一名轻尾的呛伤 目前也送到一大医院 目前的状况 刚刚回报是良好的 给你了解钢铁厂占地40多公顷 总投资金额大约新台币400亿元 是台湾首座拥有炼钢冷热压的 完整制程不锈钢厂 而晚间产线突如其来的大火 夜连表示内部都有反应机制 加上研磨产线不是主要的生产结构 因此火势很快就获得控制 并不会影响相关产销 而针对产内7万公升的油槽 也安全无余 TB新闻 徐吉宏 宁永玄 S1小组 高雄报导 夜连钢铁表示说 产能不受影响 产线都有投保 但是这一场火反应在 今天刚开盘的股价 夜连的股价一开盘是跌了0.67 那么目前在现场产房的 这样的一个整备的状况 还有包括是不是有空污危机 赶紧交给外厂记者 佳娟 佳娟早 好的 主播在高雄钢山的夜连钢铁 昨天发生了火警意外 因为市长勒令要停工 今天产线 有没有受到影响 厂方也有最新说法 目前了解 起火原因 初步了解可能是 抛光研磨产线的员工 疑似操作不当 昨天两位员工 在产线附近 只有一个人受伤 幸好产线里头的 7万公升储存油 没有受到影响 可能是周围有油字 才导致起火意外 那幸好还有另外一条 产线是执行相同的任务 目前认为 初步认为是产线 还不受影响 而且最近美国其实有引爆缺钢铁潮的现象 这次起火燃烧的 夜联市新贵公司 那因为今天早上台股 开盘 目前夜联的开盘价 已经先跌了 0.67 早上还会不会再造成 股市波动 可能还要再等待 详细的追踪 以上是来自高雄的消息 交还给棚内 谢谢佳娟 以及外厂同仁 夜联钢铁的火 以及包括后续影响 随时透过插播 带你了解 那么再来关注到 是在新北永和 发生夫妻争吵 结果女方做的事情非常冲动 在租来的套房里头 点火烧床垫 夫妻两个人都受伤送衣 交给记者云脉 好主播 警销人员货报 立刻赶到现场 就在这栋大楼外 还能看到一块白色的床垫 上头有被燃烧过的痕迹 间凌晨十二点多 一对夫妻发生扣叫 吵了起来 而丈夫说 妻子点火烧床单 导致气火燃烧 邻居看到黑烟 吓得赶紧逃到一楼 事发地点 竟然在新北市永河区竹林路 五楼的月桌套房 奖姓照顾表示 第一时间虽然他马上使用灭火器灭火 但还是造成两人灼伤 然后同仁到五楼回报下来就 上去有看到很大的很多的浓烟 以及有人人受伤 男生的伤势大约18% 然后二度烧烫伤 女生大约50%二度 一样是二度 虽然两人都被烧伤 但还好一时清醒 所以后没有生命危险 而消防也表示 证据指向人为纵火 但还是得由火雕客人员进一步厘清 以上是温州道的情形 镜头转到台中 要带你来关心 头遍坑西 两人溺斃 七岁溺斃男童的父亲 他指控 诚信死者溺水 拉他家儿子的腿不放 那么当时他就听到了 悲痛的求救声 儿子大喊爸爸救我 但是不幸溺斃 这已成为全家人 最悲伤的母亲节 急诊室里男童妈妈抱着小女儿痛哭失声 因为不久前她得知七岁儿子溺水身亡 回到事故现场 九号中午母亲节这一天 两夫妻跟亲戚带着三个小孩 到台中太平投遍坑西烤肉 没想到却发生溺水意外 男童爸爸说原先只有两家人烤肉 中途工地的同事打电话来 问他人在哪 不请自来临时加入他们的烤肉趴 没想到过程中 同事喝了两瓶啤酒 自行跑进溺流里玩水 男童见状就好奇的接近 没想到踩到青苔叠进水里 他说要救孩子时 已经来不及了 舍房队派出十几名人力 在一百多平方公尺的水域进行搜救 七岁男童松一抢救了四十分钟 最后宣告不治 而爸爸的同事经过抢救 一度恢复心跳 但还是不幸身亡 原本母亲节开心烤肉 如今全都变了掉 不过桥墩上有告示牌 用斗大字体明确写着 禁止烤肉细水 也让警校一再呼吁 为了生命安全 不要任意跑到北平大桥桥墩底下 在西洋附近安排活动 避免憾事再次发生 这起事件 仅仅将在今天商业 那么重点就会放在厘清 男童的腿部到底有没有抓痕 男童的爸爸说会追究责任 但是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台中的头遍坑西是危险水域 右手勾住七岁儿子靠在身边 对着镜头父子合照 还有带着儿女到农场喂马的照片 原本活泼开心的七岁儿子 变成龙冰冰遗体 男童爸爸认为儿子的死 和同样溺水的陈姓同事脱不了关系 你会追究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说 他是刻意把那小孩子抓下去 因为我已经抱住他了 对 他突然往后面抓他干嘛 我已经抱我胸前 我抱我自己 拉他的脚是不是 对 孩子从自己的手中又活生生不见 做爸爸的一定无法接受 虽然陈姓同事急救后也宣告不斥 但男童爸爸说一定会追究责任 理性不牺牲的两女一男 七岁男童排行老二 是家中独子 已经在独小一 个性活泼也很听话 没想到发生意外 不过事发当天晚上 男童爸爸做完笔录 最新访问 他说当时自己确实也在水里 我人也在水下 你也在水下 所以你小孩子掉下去的时候 你立即就是把他救起来 对对对 但当时陈姓同事是溺水挣扎 才抓到男童 还是喝酒后细水刻意去抓 事发白天男童爸妈都说 对方是溺水抓人 晚上做笔录时 这部分也变沉迷 是以后要跟他玩 还是说他自己溺水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背对他 有呼救说他自己溺水吗 没有 他没有呼救 警方将针对当时也在场的 陈姓同事的太太做笔录 对照双方说辞 如果像男童爸妈说的 是被抓下水 那溺水挣扎力道一定很大 将抱情相宴 离清男童身上 有没有抓痕 TV的声音程出现 将军鲁维新台中报道 画面上你看到是防疫的大事件 今天65岁以上的国人 可以公费接种AZ疫苗 那么再来关注到 就是在基隆发生了一个话题 说当地有一名开水果行的 80几岁的阿嬷 被陌生男子拿螺丝起子刺伤 幸好当时有一名退休远景经过 加以压制 左手掌受了伤还是得忍痛工作 但这伤不是切水果弄来的 竟然是有名男子闯进水果行 攻击这名高龄80岁的无姓阿嬷 回乡骑士发经过阿嬷还心有余悸 水果行开在基隆市丰仁街 9号清晨才刚开门做生意 就被一名50多岁男子闯进来 拿出螺丝起子猛刺 多出受伤倒在地上 幸好这时救兵出现 陈信奇事刚好路过 听到阿嬷喊救命 立刻停车帮忙 原来他是霹雳小组退休远景 立刻抓住嫌犯 但过程中也受了伤 幸好打斗声惊动附近民众 赶紧报案请警方协助 警方选举赶赴现场合力制补伤险 那全案殉弱依强盗及杀人 卫罪案移送基隆定居主侦犯 阿嬷多处受伤 幸好送医后手指缝了两针 没有生命危险 而嫌犯前一天就在水果店附近徘徊 他公称需要给对方教训 但就是不肯透露详细原因 警方不排除是为了要抢劫 但无故被攻击真的吓坏了 阿嬷提心吊胆做生意 就怕再被无故攻击 TVBS新闻的幸亏国瘾 记者有报道 9点10分为您掐破一则最新的高铁异常的消息 这是发生在今天早上的通勤尖峰 6点50分左右 高铁的桃源站南下的路段 一度发生爆刹讯号异常 所以导致部分的班次延误 那个时间就是通勤的尖峰了 也影响到好多民众的通勤状况 影响的人数还在统计当中 那么这个异常状况已经在稍早7点半排除 所以目前高铁的桃源站已经恢复正常营运 接着上来代理关注到的就是防疫的大事件 AZ公废疫苗接种 今天扩大到军人 以及65岁的营法族的长者 那么今天在接种的最新状况如何 赶紧交给外厂记者吴轩彤 好持续代理关心 今天施打公废AZ疫苗的最新状况了 今天是开放给第七类和第八类的民众来接受施打 包括像是第七类的军人以及第八类的65岁以上长者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在九点的时候才开放施打 可是在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民众就已经陆续的来排队 而这一次亚东医院特别为了65岁以上的长者 可能不习惯使用网路 所以是有开设了这个门诊区 让他们可以直接来到现场来挂号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因为这个疫苗要给人民打 所以政府都一定测试都在测试 测试都在安全在开放 如果不安全它怎么开放 对吧 目前全台湾是总共有331家医院 都可以来接种这个公废的AZ疫苗 那么现在透过手板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目前施打的进度状况是如何 第七类是有20.8万剂 它是均源的部分 那第八类则是有348.5万元 所以目前的库存大概是21万剂左右 大概如果老人家 他们有十分之一的民众都来接受施打的话 其实这21万剂疫苗很快就会消耗完毕 那么目前其实全台湾的AZ疫苗总共是有两批 第一批是在五月底的时候会结束 那第二批是在六月中的时候会打完 而以过去的经验 流感疫苗确实是以老人家的接种意愿会比较高 那这一次可不可以在有效期限内打完 也值得大家关注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资讯 好 所以今天的防疫事件 是军人包括65岁以上的长辈 可以公费接种AZ疫苗 也提供给您这个消息 那么还要提醒您 如果5月1号您到过桃园华泰民品城 那就必须要自主健康监测14天 一直到5月19号 关键原因是因为在确诊的华航机市教官 案1183在那天就到过华泰民品城 所以等一看到业者加强消毒 清洁人员拿起消毒器具 仔细在华泰民品城大门口触喷撒消毒水 华航染疫的教官机是案1183最新足迹曝光 5月1号时下午1点到1点半 曾到华泰民品城停留半小时 业者听闻消息后紧急全面消毒 民众也把口罩戴紧紧 应该还好吧 没有直接接触应该好 而且这都事外啊 好像有机查大队来消毒 没问题 仍然人往的百货商场又碰上母亲节 假期人潮更多 业者除了加强民众最常接触的电梯 手服梯以及美食区消毒外 也强调每天都在园区进行拔子消毒 各店铺的空调都是独立对流 请民众安心不会停止营运 只是业者也无奈 记者会公布时才接获足迹 难免有些紧张 是蛮紧急的 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员工 因为有发烧相关的症状 除了华泰民品城以外 案1183还存在5月1号下午2点到2点半 到卢竹区的新疆拉面店 足迹不光让民众吓坏了 甚至直接取消餐点和店家暴冲突 民众听到确诊者曾来过 面不吃了 马上落跑 店家生意大受影响 老板娘很生气 另外按1183到过的足迹 还有治理 5月1号中午12点到12点半 还曾来到这间总理区咖啡厅用餐 这里是全台唯一A320空中巴士模拟机舱 结合咖啡厅 店家透露 8号早上接获卫卫生局消息后就已经消毒 目前会维持继续引育 老板说当年案1183是和友人一起来喝咖啡 但几个人不确定 华航机是染疫风波持续扩大 确诊者足迹一一曝光 相关业者只能加强防疫 将传染可能降到最低 提别新闻留意展张卫先 特别报道 那么再来了解疫情的部分 现在就带你来看到病毒有多难缠 这是印度的变异株 原来是英国变种病毒的再变种 现有的疫苗恐怕保护力 只会降低到百分之十 甚至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么进一步的报道交给记者 又轩 好印度疫情严峻 日前创下单日四十万人的确诊 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署也将印度发现的变异株 列为引发疑律变种的名单 确定印度变异株已演变为主流的变异株之一 国内专家就表示了 这种印度变异株是英国变种病毒的再变种 本身的传播力已经很强 而且又和南非巴西变异株类似 恐怕让现有的疫苗保护力 仅剩下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这也可能导致第三波的疫情 建议未来不排除需要混打多种版本的疫苗来防堵 以上资讯主播 我们来看现在美国的疾病的管制专家 如何来看这个新的防疫指南 所以现在有个最新的更新 认为新冠病毒也会通过气溶胶传播 就是透过空气传播 交给记者静盈 好的主播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最近更新新冠肺炎的防疫指南 修改病毒感染通常源自密切接触的说法 现在他们跟证为也会透过气溶胶传播 即使在室内和代源者保持1.8公尺的社交距离 还是有可能会被感染 而目前台湾防疫是建议 室内只需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 美国CDC指出 小型飞沫形成的气溶胶体积小 可以在空气中飘数分钟到数小时 很多研究也强调病毒可以空气传播 但台湾医学专家指出 科学证据支持病毒会透过气溶胶传染 但前提是密闭空间和长时间的相处 专家认为虽然口罩对阻挡飞沫传播有效 但眼睛也可能接触到 不过气溶胶传播条件是比较难的 所以民众不需要太过担心 以上至目前讲的状况 主播 谢谢金盈 所以美国CDC已经更新了防疫指南 病毒会透过空气传播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戴上口罩 勤洗手了 那么现在在美国民众有一个讨论 说美国的防疫专家佛奇 他的说法会不会是真的呢 根据模型估算 美国实际的因新冠病毒并没的人数 超过58万人 佛奇认为会达到90万人并没 官方的数字少算了 在看台海危机 这是渔船之间发生了事情 大陆籍渔船越界捕鱼 澎湖海巡队有斩获 好 主播 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海巡人员登船检查 因为又有大陆籍渔船 进入我国限制海域 海巡人员当下立即广播三次 命令这艘陆籍渔船配合受检 但对方拒绝停船 巡方停紧追 强靠最后顺利登船检查 9号早上10点多 澎湖海巡队在七美西南 24里海域 发现一艘没有船名的大陆籍渔船 这艘渔船还不肯让海巡登船检查 加速逃逸 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渔船最后被押回马公港留置检查 海巡也配合卫生局跟防检局人员 进行陆船消毒作业跟检疫工作 还好船上三个人也都没有发烧 全案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扣查留处 而海巡署在5月短短10天里已经查获了4艘大陆渔船 就是因为大陆进补期已经从5月1号开始 渔船会冒险进到澎湖海域违法捕鱼 现在海巡将把油料补给船物资运补船列为查契重点 来切断补给途径 减少大陆渔船滞留在海域上的作业时间 以上为你掌握消息 经面上你掌握到的是各个水库目前的蓄水率 我们带你来思考一个全面性的话题 其实缺水会导致缺电 因为水库无法配合水力发电 那么特别的一个难题就是全球暖化 导致降雨带往北移 所以南部缺水的状况或许会持续好一阵子 好不容易一场震雨 但来得快去得快 其实雨衣还穿着 雨就停了 地也干了 封面过境 但只有尾端略过北台湾 降雨仍是以中部以北比较明显 在台南高雄却是晴朗炎热 高温达到36度 根据地科学者研究发现 南北降雨不均的情形还在加剧 目前这个台湾只有从花莲 这是花莲站 这是新竹站 从花莲到新竹站以北的地方 我们看到它的降雨量是在增加 那这个以南的地方降雨量都在减少 一条水纹界线将台湾划分为干湿两区 只是在暖化的影响下降雨带持续北移 用数据佐证 1940到2020年这80年间 台湾北部年降雨量平均值是3108毫米 去年达到了3218毫米持续增加 但西南部年降雨量持续向下 平均值是2289毫米 但去年只剩下1503毫米 那过去它不会那么强 它降下来的这个雨量也会比较近 那现在随着暖化它的动力越来越高 它就一直往南北去移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大的水汽 比较丰沛的都是这些黄红色的 你就可以看到它一直往高纬度的地方扩散 全坦位水型吃井 影响到的不只是用水而已 甚至还有宫点的部分 根据台电统计 今年第一季的水力发电量 大概是在5.6亿度 但我们回推看到去年同期 是高达了6.7亿度 整体来说是少了大概16% 如果未来水型持续紧绷的话 第二季的水力发电 台电也不敢太过乐观 现在大概是影响最大就是德基发电厂 因为它的水库低于水位 低于我们发电取水的水位 那现在从今年的2月份已经停止发电 少了一个强大的后援投手一样 因为我们水力电厂发电的特性是 它可以调整负载速度比较快 而且夏季还未来临 但今年的用电量已经持续飙高 第一季供电量更是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3% 4月到22号为止 供电量达到137.7亿度 更比去年同期增加10亿度 预估夏季的用电尖峰还会再创新高 那今年夏季的话我们会 除了说有既有的机组的 那会在夏季的时候 供电的尖峰会加回到我们的供电行列里面 那同时也有一些新增的机组会增加51万的容量 缺水几乎成为国难 但环团却点出 其实政府早在10年之前 就知道会有旱向发生 经济部水力署它在10年前 其实有发布各县市的供水缺口报告 那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 各县市它其实都会面临到 程度不一的供水问题 根据水力署当年的报告预估 到2030年供水缺口最大的五大地区 分别是新竹县市台中桃源高雄与台南 其中台南高雄每天的缺水更是超过60万吨 而且如果全部换算成工业产值的损失 五大地区每天都将蒸发超过50亿元 全体高雄市民它需要减用 每一天减用60%的水 它才能够去弥补或是去承担这样的供水缺口 那在新竹就是比较特别 它是即使全部新竹的居民都不用水 它也没有办法去cover掉这个供水的缺口 攸关民生与经济发展 缺水又缺电就如芒刺在背 气候巨变的新常态也端看台湾如何应对 TVB新闻原位神李鼎丽 台北报道 刚刚收到一个最新消息 在立法院有人请假 现在立委就担心了 是否国内疫情出现变化 因为卫福部长城市中 在今天早上八点之前突然请假 需要跟民航去开会 却无法出席报告疫苗进度 进一步的观察跟掌握交给立院记者 为佳琪 好 直播各观就感谢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难道现在疫情又出现变化了吗 原定今天早上要来 卫环委员会报告疫苗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 是突然跟赵伟雷请假了 而且语气是相当的急促跟不安 也让赵伟担心 现在难道疫情出现变化了吗 而今天带打上阵的卫福部次长 也说出了说明 他强调的确出现了确诊案例 一起来听听看薛瑞远怎么说 他现在在主持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召集交通部跟发行这些 详细的话下午的记者会 部长会宣布 所以是跟莫福的同伴 对对对 可以听到薛瑞远是强调 的确现在部长陈时中正紧急的招来 民航局等人来开会 也正在演你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不过被问到了是不是有新增的确诊个案 他也坦言的确是有但是有几例呢 他并没有多做说明 只强调下午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会有完整的报告而目前就是由他来带打上阵 以上像这一情形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再关注到的是话题人物 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他客串主持美国知名综艺节目 周六夜现场 在节目上他爆料 自己是亚斯伯格症的患者 马斯克在节目上讨论自己的个性还有作风 也多次的赞扬加密货币狗狗币 还说自己是狗狗币之父 还提到狗狗币是货币的未来 但是现场有人问他说 狗狗币是不是不正当的交易 马斯克也表示同意 话一出也让狗狗币的价值暴跌30%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